男孩指着面前的女人大声尖叫 她的眼睛渗出血 脸也变得像鬼一样 仿佛是来锁命的 女人被吓到 惊醒之后发现这只是一场梦 女人每天都睡不安稳 六年前 刚得知自己怀孕的时候 她非常高兴 后来她生下了一双儿女 一家人非常幸福 可是有一天 女人开车掉进了水里 孩子们都在车上 女儿晕了过去 儿子的脚卡在了缝隙里 怎么使劲都拔不出来 水即将漫过口鼻 在这紧要关头 女人只能抱住女儿 然后鼓励儿子用力把脚拔出来 水即将充满整个车厢 三人却无能为力 很快儿子彻底的被水淹没 而女人抱着女儿逃出来了 街上的行人听到她的呼救 连忙下来帮忙 女人放下女儿之后 准备返回去救儿子 但被大家拉住了 因为水太大了 女人彻底的失去了一个孩子 从此她的生活一片昏暗 睡着之前都要看看以前的录像 丈夫也非常心痛 可妻子需要依靠 她不能被打垮 给妻子盖被子的时候 从她手上掉下了一个药瓶 丈夫看清之后 才知道妻子自杀了 她赶紧叫来救护车 尽最大努力救人 女人醒了 勇然告诉她 她命大 吃了那么多药都被救回来了 但女人一点都不开心 失去儿子之后 她一天都活不下去 勇然非常理解 因为她曾经也有过一个女儿 但因一时疏忽 孩子掉进水池里死了 看着女人痛苦的模样 庸人说 她有办法让女儿跟儿子正式道别 女人觉得这是天方夜谭 但庸人只告诉她 在印度的某一片森林深处 有一座废弃的寺庙 那里阴阳的分界非常薄重 如果将亡人的骨灰撒在庙的阶梯上 等到了晚上 她就会找过来 女人考虑了好几天 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诱惑 行动前 庸人告诉女人 等到儿子现身之后 无论她说什么 都不要打开那扇门 女人答应了 当晚 她就把儿子的坟墓挖了 为了得到骨灰 两人站在一旁 看着大火焚烧尸体 突然 女人透过火光 看见了一群打扮异常的人 庸人解释道 那些是食尸族 他们把身上托满骨灰 还吃死人的肉 认为这样 就可以和阴间沟通 带着骨灰 女人独自去了那座庙 到地方就将骨灰 撒在阶梯上 然后坐着等天黑 到了晚上 女人似乎听见了什么声音 她寻声找去 却撞到了一只乌鸦 乌鸦掉在地上 身上的羽毛 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看着身旁诡异的石像 女人打算赶紧 收拾东西走人 可是门外 却传出了动静 想到女佣的话 女人觉得是儿子来找 她摸着门板 听见外面 传来了儿子的声音 高兴极了 但是没说几句话 儿子就想进来 她害怕一个人 也想回到母亲的身边 但是 这扇门不能打开 女人只能狠心地拒绝 很快 儿子就要走了 女人舍不得 她向儿子留下 可是门外 已经没有了儿子的声音 情急之下 她打开了门 但屋外什么都没有 女人彻底地放弃 她转过身 发现后面 站着一个石石族人 吓得她赶紧往家跑 但女人不知道 刚刚 她已经打开了恐怖之门 没人弹钢琴 琴剑却自己弹动 女孩告诉母亲 她死去的儿子回来了 几天前 女人去庙里看过儿子 但是她没听庸人的话 打开了不该打开的门 放出了邪灵 于是 一切都变得诡异了 女儿在房间里玩得开心 她打开门 却什么人都没看到 屋里的玩具乱七八糟 女人收拾完准备离开的时候 关好的箱子打翻了 调出来的字母 正好是儿子的名字 女人以为是巧合 她实验几次 都不能丢出这个名字 楼下传来女儿弹钢琴的声音 她走过去 发现钢琴上摆着一个玩偶 那是儿子生前最喜欢的 但是现在 应该已经进了棺材 女人很诧异 她问女儿 这玩具是哪来的 女儿答不上来 只让母亲听琴声 母亲听不下去 她抓住女儿的手 可钢琴还在动 然后女儿说 弟弟回来了 将女儿哄睡之后 女人拿着玩偶 回到了儿子的房间 她将玩偶放在床上 叮嘱她好好睡觉 身后突然掉下了一本书 椅子也被挪到了合适的地方 女人知道 是儿子的鬼魂回来了 她再告诉自己 该讲故事了 在庙里 最后一次听过儿子的声音 女人已经释坏了 但现在 她又开始贪恋儿子的存在 家里接连发生奇怪的事情 池塘里的鱼 一夜之间全死了 周围的绿植全部枯萎 就连养了多年的宠物鸟 也都死了 女人只感到奇怪 但是并没有多想 可庸人却发现了不正常 她猜出女人打开了庙门 放出了鬼魂 如今那个孩子 已经变成了恶灵 她让女人 把孩子的遗物都烧了 照片都不能留下 女人拒绝了 因为她实在是舍不得 女儿想把宠物葬在海里 可海边有一个 举止奇怪的人 女人转过头 一个实施族的人 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将手上的骨灰 抹在了她的脸上 女人挣脱逃走 在路上 却遇到了一场车祸 她凑近看 原本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的人 突然转过了头 她吓得赶紧 带着女儿回家 晚上 女儿坐在沙发上 看电视 屋外静悄悄 旁边的狗子 却眼都不眨地 看着门口 女儿以为外面有人 仔细看后 发现什么都没有 谁知 她刚转过头 旁边就出现了 弟弟的鬼魂 女人给女儿洗澡的时候 看见了她肩膀上的咬痕 位置很特殊 自己肯定咬不到 她问女儿 这是怎么搞的 女儿却说 她不喜欢弟弟了 水面上突然浮起 一个小女孩 按上女佣 似有所觉 转身却什么都没有看到 她继续点火 可火柴怎么都打不然 接着 身后传出 孩子叫母亲的声音 女佣转头 依然什么都没有 但她确信 刚刚听到了 过世女儿的声音 不死心的她 走向了河边 看见河里 飘着女儿的蝴蝶结 就将手伸了进去 她不知道 这是女主人 儿子的陷阱 自从她儿子的 鬼魂回来之后 家里发生了 很多怪异的事情 女佣知道 这是什么原因 也知道 该如何解决 所以 她将孩子 所有的遗物 都打包好 准备拿出去烧掉 但鬼魂 无处不在 她也不会让自己消失 所以女佣一直点不了火 等女主人 一家回来之后 看见的就是 满地的包裹 以及池塘里 女佣的尸体 将尸体火化之后 女人想起 院子里的包裹 她觉得 这件事情 是儿子的鬼魂做的 所以毫不犹豫地 烧掉了这些东西 可丈夫回来 看见了 非常的焦急 因为那是 她对儿子 唯一的念想 女人解释了原因 但丈夫觉得很离谱 世界上哪有 这么诡异的事情 发生的 见她不信 女人只好 让女儿说出事实 因为女儿 曾见过儿子的鬼魂 谁料 女儿像是换了个人 不仅对之前 发生的一切 闭口不提 还反咬母亲一口 丈夫怕女儿 受到惊吓 将她抱上床去休息 在她看不见的地方 女儿的双眼 布满了黑线 妻子看见了 她告诉丈夫 女儿被儿子的 魂魄附身了 等丈夫再去看 女儿又变成 以前一样 善良可爱 女人害怕了 她担心 儿子会伤害女儿 于是抓着她的肩膀 恐吓她 一旁的丈夫看不下去 她把女儿抱走 将妻子锁进了房里 只剩父亲一个人 儿子也原形毕露 她拿着刀 捅了父亲一下 还承认 自己就是儿子的鬼魂 与此同时 妻子也撞开了门 等她赶到的时候 女儿身边 站满了石狮族 他们要将 儿子的魂魄收走 可现在魂魄在 女儿身上 如果这个时候动手 两个孩子都会死 就在这紧要关头 丈夫拦住了刀子 女人趁此机会 说服儿子 离开女儿的身体 如果她害怕 那就附身到妈妈的身上 妈妈跟她一起走 这句话真的很动听 儿子瞬间就转移到了 母亲的身上 石狮族抓住机会 捅了女人一刀 这下世界都安静了 女人彻底闭上了双眼 等她再次睁眼的时候 她躺在庙的台阶上 旁边洒满了骨灰 不远处已有丈夫呼唤的声音 她听见了敲门声 也看见了熟悉的木门 可听见丈夫说要见她时 她慌了